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ball公民新聞報 為了讓下一代了解傳統布袋系文化 課委會特別舉辦了親子布袋系的體驗班 很多都是爸爸媽媽有興趣 帶著孩子一起來參加的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多接觸 體會爸媽小時候看布袋系的樂趣 由課委會舉辦的親子布袋系體驗班 本次活動是由雲林龍心閣掌中劇團挑起大梁 團長廖招堂於課程中 帶領孩子們進入布袋系的世界 以搶達的趣味競賽 引導孩子們叹息布袋系友的源流及傳說 此外並以鮮火的苦白演繹生 散 敬 莫 醜 五種重要角色 當然課程中更包含讓孩子們自行操作布袋系的活動 經過廖團長聚細米儀的細心指導 家長和孩子們如同乘坐時光機 浸潤於織鋪的傳統文化中 才有活動主要是因為從小到現在其實都還滿喜歡我們戴希 那藉這個機會能了解我們傳統的文化 現在小朋友好像都不太了解這種傳統的藝術 就是讓小朋友了解台灣傳統的文化吧 現場要團長帶領徒弟們上演金光石鏡秀 包含刺激的火蜘蛛大戰以及巨型蓮花豆板 此外更讓貨拿起了太子拳以及射箭 軟鐵盤等砸刷技藝 大小朋友們看得是不亦樂乎 連環拍手叫好 難得抵不過強勢的數位時代 布袋系產業加速沒落 要團長提出布袋系產業的價值和保存對策 傳統戲曲如果要永續長存 最重要是走進這個媒體 現在人們欣賞的角度 電視它可以剪接 它一些特效 科技產品的譬如做出特效 它演出來會更省 讓電視的布袋系 延續這個傳統文化的這個傳統也是不錯的 客家聽此布袋系體驗活動 使孩子們接近客語 提名南語的體運 演出使現代人品賞傳統記憶的真善美 台灣目前僅有兩位慰安婦阿嬤仍然在世 但是這個議題需要被更多了解 在台北市有一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透過了解慰安婦阿嬤的生命故事 希望喚起更多人 一起來關心 位於台北市大稻城的台灣慰安婦紀念館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在2016年 看館至今已逾一年 古色古香的博物館裡 除了放置刻畫歷史痕跡的照片 古物及影片外 以及接著一記 設有不同的展覽 因為我們是一個慰安婦的紀念館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是以三位阿嬤的生命故事 去做一個介紹 然後在這裡面呢 我們有幫其中一位阿嬤辦了一個展覽 那個阿嬤叫丸女阿嬤 那她是一個很喜歡畫畫的阿嬤 那她在生前的時候其實一直想要幫她辦畫展 可是阿嬤就是很可愛 就說 欸 她覺得自己畫的不是很好看 就拍誰這樣子 阿嬤家不只是慰安婦紀念館 定時設置的展覽 也是婦女團體為推廣女性人權與和平的努力成果 一年下來 面對的困難不多 得到的感動不少